現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問題已經非常明朗 生物武器、核武器都不會用的了 大家收拾場面好好看看 普京收手 保留一條命 為什麼呢? 如果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被搞到亂了 現在股票就穩定回來了 大陸又被美國抵制它的經濟 變了突然間沒有發展 如果再鬥下去 大家全世界都是在經濟問題上捱 那是否值得呢? 這麼多領導人看完了都是不值得的 因為沒有辦法解決 可以透過各與各之間的溝通 還是有得玩 你去到希特拉的時候這麼亂 就能夠按下來 繼續打經濟 玩經濟 至少有錢 因為現在世界的經濟是非常之差的 要看過多幾年 可能一個經濟蕭條或者衰退的環境 又會再刺激多一次這樣的鬥爭 暫時我都是樂觀的 應該過多月之後 一切的事情都是回復正常的 你只看油價就知道 不再瘋狂地飆升 因為有其他的渠道搞出能源 不是真的那麼慘 而且疫情又差不多結尾了